我是林貓王 法蘭克不只是一部音樂電影 它是一部在講精神病患者 如何面對這個世界 然後找到自從道德的朋友 然後是一部關於友情 非常感人的電影 戴著招牌商標面具的歌手 法蘭克 真實存在70年代的英國 音源忌諱下 成為宏集一時的喜劇角色 真實的原名其實叫Chris Sealy 他是在70年代的時候 他要主過一個 就是後龐克樂團 Frank其實是 創造出來要當The Freshest的粉絲 結果沒想到比這個 Freshest還要紅 受到歡迎 電影法蘭克取材面具 怪咖的故事 打造出另外有趣的 原創音樂電影 外人一直想要強迫這個樂團 去變成一個正常人 會喜歡的樂團 我是要躲在那個面具後面 還是要成為我自己 《一響世界》本週帶您聚焦 傳奇的音樂靈魂法蘭克 每週一至五鎖定UDN TV 意想世界